洛杉矶胡人得到科比布莱恩特1996年胡人送出迪瓦茨 得到高中生科比布莱恩特并非有意冒犯迪瓦茨 但黄蜂顿是正儿八经被打劫了 要知道,胡人可是得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得分手之一啊 科比在洛杉矶收获了5座NBA总冠军 14次全明星,一次常规赛MVP 波士顿凯尔特人得到比尔拉塞尔 1956年凯尔特人送出克里夫哈干和爱德马考利 得到比尔拉塞尔 只还王带领凯尔特人赢得11次总冠军 个人收获5次常规赛MVP和12次全明星荣誉 虽然哈干和马考利也并非泛泛之辈 他俩数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并率领胜路易斯因对赢下一次NBA总冠军 但比起拉塞尔的成就,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洛杉矶胡人得到保罗加索尔 2008年胡人送出马克加索尔 东克格林,瓦斯奎斯和克里平顿 得到全明星中风保罗加索尔 诚然,马克加索尔是灰熊这些年来保持竞争力的主要原因 但当时的保罗加索尔何止这一点交易价值 得到加索尔的胡人瞬间从乐透球队摇身一变 成为2009年2010年当届NBA总冠军得主 芝加哥公牛得到斯科蒂皮鹏1987年公牛送出奥尔登波利莱斯 1988年第35号签,选中希尔维斯特格雷 1989年第18号签选中B.J.阿姆斯特朗 得到斯科蒂皮鹏和1989年的第20号签 众所周知,皮鹏作为乔丹最得力的助手 帮助公牛赢得六次NBA总冠军 而波利莱斯、格雷、阿姆斯特朗们场军得分都不到两位数 超音速队又名人唐小前锋换来了一堆平庸之辈 只有阿姆斯特朗还能偶尔充当一下板凳匪徒 达拉斯小牛得到德克诺维斯基1997年小牛送出罗伯特特雷勒 得到德克诺维斯基和帕特加里蒂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预料到 一个来自欧洲的大哥子能有如此全面的身手 更没人想得到诺维斯基能成为全明星常客 联盟MVP、总冠军核心以及名人唐成员 但熊鹿队几乎是把诺维斯基拱手送给了小牛 特雷勒从未兑现过他的潜力 甚至作为天头的加里币都比他的职业生涯 要有成就波士顿凯尔特人得到罗伯特帕 李时1980年立军送出当年的状元签和13号签 坏来了罗伯特帕李时和4号签 他们随后用4号签选中了凯文麦克海尔 这笔交易奠定了他们前场三叉戟的基础 在80年代为玉军带来了三座总冠军奖杯 而金周勇士呢 他们用状元签选择了能力尚可的得分手乔巴里卡罗尔 用13号签选中了碌碌无为的李克布朗 费成76人得到朱利叶和欧文 1976年76人被只送出一些现金 就同篮网手里得到J博士 这何止是打劫 简直就是一场屠杀 欧文在费成赢下两届全明星MVP 一次总冠军和一次常规赛MVP 而篮网只能远远看着这一切发生 直到J博士入选篮球名人堂 亚克兰大老英得到多米尼克威尔金 最1982年老英送出约翰德鲁和弗里曼威尔金斯 得到后来的人类电影金华 1982年的NBA和现在很不一样 但这笔交易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让人摸不着头脑 老英队得到了未来的名人堂球员威尔金斯 而爵士队却只能接受巅峰已过的德鲁和高薪低能的威尔金斯 若山居湖人得到卡里姆阿古杜贾巴尔 1975年湖人送出布里奇曼 代夫梅耶斯 埃尔摩史密斯和布莱恩恩特斯 得到贾巴尔和沃尔特维斯利 贾巴尔为湖人赢下了五座总冠军奖杯 三次当选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而雄鹿队其实并不愿意送走贾巴尔 但天沟执意要去大城市打球 一如后来的克里斯保罗和卡梅罗安东尼 菲尼克斯太阳得到查尔斯巴克利 1992年太阳送出杰夫霍纳赛克 安德鲁朗和蒂姆佩里 得到查尔斯巴克利 在太阳的第一个赛季 巴克利就拿下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此后四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而当时的霍纳赛克早已不在巅峰时期 只能再费成76人蹉跎光阴 一个赛季后便被76人对送走 而朗和佩里更是可有可无的天头 2017年骑士得到小托马斯 去年骑士与凯尔特人互换空位的交易 正式达成 由于欧文此前曾主动要求离队 因此其交易价值大打折扣 骑士最终能换来小瑟克托马斯 是实实在在的打劫了绿G一把 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凯尔特人赚到了 你觉得呢